马可福音第十四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到四十四节 耶稣的怜悯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 将一切所做的事 所传的道全告诉他 他就说 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 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 他们就坐船 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 众人看见他们去 有许多认识他们的 就从各城步行 一同跑到那里 比他们先赶到了 耶稣出来 见有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开口教训他们 许多道理 天已经晚了 门徒进前来 说 这是野地 天已经晚了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 自己买什么吃 耶稣回答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 我们可以去买 二十两银子的饼 给他们吃吗 耶稣说 你们有多少饼 可以去看看 他们知道了 就说 五个饼 两条鱼 耶稣吩咐他们 叫众人一帮一帮地 坐在青草地上 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 有一百一排的 有五十一排的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 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破开饼 递给门徒 摆在众人面前 也把那两条鱼 分给众人 他们都吃 并且吃饱了 门徒就把碎饼 碎鱼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吃饼的男人 共有五千 五饼二鱼 是四卷福音书中 唯一共同记载的神迹 我们一起思想 这个神迹 所揭示的重要主题 耶稣的怜悯 我们深信 我们的神 是伟大的创造主 也是救赎主 祂使风浪平息 以五饼二鱼 使五千个男人吃饱 在祂 没有难成的事 但是 这样伟大的神 如何进入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相互连结呢 我们通常的答案是 信心 然而进一步思考 如果不是耶稣 道成肉身 来到人世 我们又怎能认识祂 如果不是耶稣 主动和我们接触 以祂的话 教训 督则 安慰 鼓励 我们如何 能产生信心 耶稣主动 和我们的生命连结 都是因着 祂的爱 与怜悯 经文记载 施洗约翰 才殉道不久 使徒们 也刚从外地 服侍回来 在心情上 体力上 都需要安息 因此 耶稣带使徒 到旷野 离开人群 安静休息 因为他们 连吃饭 也没有功夫 但没想到 仍然有许多人 跟着 甚至 先赶到旷野 等他们 即便 极度疲累 需要休息 耶稣看见 这群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不但开口 对他们讲道 还为他们 安排晚餐 因为 他深知 这些人的需要 耶稣爱我们 怜悯我们 这是多么大的安慰 即使在各样的难处中 也深知 在他那里 必有预备 就像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 耶稣看顾众人的需要 远超过 他自己的需要 怜悯 就是与人 同受苦难 因此 耶稣行神迹 谢谢你的怜悟 谢谢你的怜悯 让我们不仅 从你的作为 认识你 更能 从你的心意 来认识你 我们愿意更深地 回忆你的爱 与怜悯 在爱中 被你更新 与激励 道读神的话 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耶稣出来 见有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开口教训他们 许多道理 阿们 是的 耶稣你出来 见有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主啊 你有怜悯的心肠 就如同清晨的日光 要从高空临到我们 照亮那 坐在黑暗死印里的人 阿们 主耶稣你的光 要照进 坐在黑暗死印里的人 主耶稣你也出来 见有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主耶稣你动了此心 就是里面那为父的心 阿们 你看我们是你的孩子 你就怜悯我们 阿们 是的主 赞美你 谢谢主耶稣 你看见我们 主耶稣你看见我们 里面的软弱 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 主耶稣 看见我们里面的疾病 主耶稣你就怜悯我们 主你就医治我们 赞美你 是的主啊 你看见我们的软弱 就医治我们 主啊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你就适时的加上力量 主啊 我们如同那些羊 没有牧人一般 主啊 我们可牧有一个牧人 主啊 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 有了你 我们就不至缺乏 主啊 你是我们的牧者 有了你 我们就不至缺乏 当我们如同羊 没有牧人的时候 当我们个人偏行 己物的时候 主耶稣 你就是我们的牧人 你要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阿们 是的 主耶稣 你就是我们的牧人 主 你必要指引我们的道路 阿们 让我们知道 主我们当行 当走的路是哪里 主 谢谢你是我们的牧人 叫我必不至缺乏 叫我有路可走 赞美你 是的 主啊 你叫我有路可走 因为你是我的牧者 于是福你就教训我们许多的道理 在我们听你的道的时候 哦 主啊 如同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有了指引 我们就知道怎么走 是的 主 你的话就是我们的指引 就是我们的肝 我们的胀 你就开口教训我们许多的道理 主意说 你来开我们的耳 所以我们把这些道理能够听进去 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粮 阿们 是的 主耶稣 你开口教训我们许多的道理 主你就是我们生命的粮 阿们 主耶稣 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得着饱足 也得着美好的道路 让我们进到主你的应许里面 阿们 谢谢你的引导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